这条影片会和大家介绍Argist Pro的版面 首先你可以把页面分为几部份 第一个叫Tape 这里你可以找到相应的功能 例如你想做Analysis就选Analysis 想做Editing就选Edit Share做Map或者想Argist Online的就Share 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很直接 那我不详细说了 那Tape下面这个就叫Ribbon 你可以在Ribbon里找到一些功能来用 Ribbon自己都有分细Group 方便你知道它是什么用途 另外左右两边都有Pan 左边叫ContactPan 右边叫CatalogPan ContactPan里面你可以见到你的Project里面开了的图层 英文是Layer 到时你可以在这里call out一些功能 例如Symbology Labelling AttributeTables等等 虽然全部这些功能你都可以在Ribbon里找到 但有时Red Kick在这里会快一点点 好了 那现在到右边CatalogPan这边 这边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Database 和连结了的Folder 有需要的时候拉去左边最涂层 中间你会见到地图这个位就是View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做的结果 在View这里你还可以用Mouse Zoom In Zoom Out 拖来拖去放一个自己最适合的位置 3D Mapping都一样 你可以用Mouse Zoom In Zoom Out 然后用左下角Controller 去控制角度 高低等等 最上面的圈圈是控制前后左右的 中间的圈圈是调整整体角度 而入面的圈圈就是调调视角角度 只有上下可以动 好了,最后提提你 你可以随时在上面 Click View Tape 然后在Ribbon里加上想要的Windows 例如Python Window Guo Processing 又或者不小心交叉了Pen 和View 你都可以在这里 Click出来 这些就是ArchisPro 最基本Interface的介绍了 这个確定的圈圈 这个您是调整的圈圈 这个我今天想要的 我今天想要试过